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基本的工具书 特别是如何查考字词的工具书 希望大家能够经常使用 在使用的过程中逐渐达到熟练的掌握 这些工具书对于大家的学习意义非常重大 希望大家能够尽快地掌握它们 这样在咱们的预习的过程中 就可以运用这些工具书 先解决一部分问题 听课的时候就能够更有重点 今天咱们要讲的课文是新的一课 就是少林之盟 这个招字就是号召的招 在这念少 是一个地名少林 少林是在河南衍城县 东边四十五里 这个地方 就现在今天的河南省 这个少林之盟 在有的书里边 题目叫 齐桓公 罚楚 蒙 驱丸 齐桓公 咱们中学的时候都学过 他的生年的不太 不太确知了 他是足于公元前六四三年 春秋时的齐国的国君 江姓 他是春秋武霸中的第一位霸主 法楚蒙驱丸 法楚就是讨伐楚国 蒙驱丸就是和驱丸结盟 驱丸是楚国的代夫 因此在这篇课文里边 出现的主要人物 就是齐桓公 还有管仲 齐桓公的相管仲 还有楚国的代夫驱丸 这篇课文非常短 但是也非常精彩 它反映出古代 外交辞令 外交交涉的一些情况 这篇课文的历史背景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齐国君原来是齐桓公的哥哥 叫齐湘公 齐桓公被杀之后 齐桓公从举这个地方回国 取得政权 举这个字是一个草字头 一个姓吕的 就是两个口的那个吕 加一个草字头念举 他从举这个地方回国取得政权 之后 任用管仲进行改革 国令的逐渐增强 后来他以尊王壤仪相号召 联合燕国 打败北戎 营救 行 行就是行台的行 位就是保卫的位 这两个国家 制止了 戎敌对中原的进攻 后来又联合 中原各诸侯国 进攻 蔡国 楚国 和楚国 会盟于 少林 这个地方 这次会盟 就防止了 楚国 对中原的进攻 今天要讲的 少林之盟 这篇课文 记述的 就是这段实施 这篇课文呢 选自左传 鲁西公四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 六百五十六年 齐桓公呢 为了称霸天下 亲自率领 八国联军 攻打楚国 这个八国联军 就是据春秋记载 是指的 齐鲁宋 臣 魏 正 许 曹 齐国 鲁国 宋国 臣国 魏国 正国 许国 曹国 这些小国 在齐桓公率领之下 攻打楚国 但是 楚国呢 也不示弱 向齐国呢 展开了 针锋相对的 外交斗争 最终达成协议 签订了 盟约 下边咱们看课文 这篇课文呢 在课本上不到一页 主要是两段 先给大家念一下第一段 四年轻 四年春 齐侯 以诸侯之师 钦菜 菜 愧 遂罚 储 储子 诗 与诗言 曰 军处北海 寡人 处南海 唯是 风马牛 不相及也 不于军之涉 无地也何故 管仲退约 细少康公 命我先军 太公约 武侯九伯 辱石征之 以家府周事 赐我先军旅 东至于海 西至于河 南至于木陵 北至于无地 尔共包容不入 王继不供 无以缩九 寡人是争 招王难争而不复 寡人是问 这曰 供之不入寡君之罪也 敢不供己 招王之不复 俊其问住水滴 诗迹 似于行 这个 就是咱们 课文的 第一段 四年春 指的就是 鲁西宫四年 就是公元前的 六百五十六年 祁侯以诸侯之师 青菜 这个以 在这是率领的意思 诸侯之师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八国的年纪 祁侯呢 当然就是指这个 祁皇公 就是 就叫公子小白 他的在位时间的是公元前 六八五 到公元前 六四三 这个他在位的时候呢 是这个 祁国 称霸 称霸 称霸诸侯 可以说是很风光 但是他去世之后 由于接班人的问题 他的后 后记者 忙于 争权夺利 争他的这个王位 以至于 史记上记载 这个 祁皇公的尸体 放在屋子里几天 都没有人 去理睬 结果呢 当时天也很热 致使呢 这个尸体都长了蛆 蛆都爬出了 他停尸的那个屋子 可以想象当时情况非常凄凉 没有人理 从这个也可以看出呢 就是 称霸公虽然生前很辉煌 但是 这个死后 却是 遭到这样的下场 这也是 肯定是他生前所 不可能想象得到 从这个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古代的这个 争权夺利 是何等的激烈 致使 这个 逝去的君主的尸体 居然没有人 去管理 没有人理睬 这些当然都是后话 这个时候呢 齐侯呢 还是 齐桓公呢 还是非常风光的 他率诸侯之师 亲菜 就是 亲范的这个菜国 菜呢 是 姬姓国 是周五王的时候 封的 在现在的河南 汝南 上菜 这一片地方 所以 所以今天这个地名 上菜 恐怕跟菜国 有一定的联系 亲菜 这个亲 在这 古汉语里 也是极常见字 啊 待会呢 咱们要 详细讲一下 这个亲字 现在呢 给大家 讲一下 亲 伐 西 这三个字的区别 亲伐 西 他们的共同特点 都是公党 都是一个国家 对另一个国家 采取的 军事行动 但是 三者 又有差别 其中 罚 啊 或者说讨伐 是正式的战争 啊 指的是正式的战争 而且呢 进攻的国家 总要 找出一些 声讨的理由 来表明自己 这方面是 正义的 啊 我 为什么要 攻打对方 啊 所以这个呢 是完全 公开的 而亲 啊 亲呢 不需要任何理由 是不宣而战 啊 所以呢 他就带有一定的 这个隐蔽性 而最隐蔽的呢 则是西 西呢 就是完全是秘密的 啊 完全是偷偷的进攻 所以 所以在现代汉语里边 这个西 经常是 用和偷 连用 啊 偷西 啊 这恰恰表明了 这个西 的性质 就是偷偷的进攻 啊 和法是 有很大的不同 啊 所以 以后 咱们在读 古文的时候 看到 亲 发息 就要想一下啊 哪个是 最公开的 啊 哪个是 最隐蔽的 所以这个地方 亲菜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啊 不需要任何理由 是不宣而战 啊 他用不着 民众击鼓 蔡溃 啊 诸侯之师 刚才说的 有八个国家的 联合军队 那么蔡是一个小国 当然 敌长不了 啊 溃 溃这个字 大家看的是 水字边 啊 他的部首是水 所以呢 这个字呢 最早表示的呢 是水的 这个 决堤啊 水流 啊 那么后来引申为 就是 溃败 啊 就是一个军队 在 这个所谓兵败如山倒 啊 军队在 打败仗的时候 后退的时候 也像潮水一样 所以 实际用溃 来表示 这个 大败 啊 就是大败 遂法楚 啊 遂 就是于是 啊 在这个之后 就罚楚国 啊 对他是青菜 对对 楚国呢 就是罚了 啊 就是公开的 为什么是公开的 啊 刚才咱们说了 而且这个罚呢 要找出一定的理由来 那么下边 管仲 的话 就是 说的 他为什么要罚楚 他确实是提出了 一些理由 啊 所以和和青菜不一样 哦 楚子 时宇 诗言曰 楚子 就是 楚城王 啊 楚城王 那是子爵 这个 楚城王呢 是公元前 671 啊 公元前 626年 在位 他的 楚国的首都 是丹阳 啊 就是今天的 湖北的 紫规 一旦 史以诗言曰 啊 这个史 是 派史 派史城 啊 这个史呢 本来是 名词 在这 活影为动词 是派史城 啊 语是 啊 这个语呢 就是 对 啊 对这个 联军 啊 对这个联军 说 啊 到诸贺联军中 去对 齐桓公呢 谈判 他说什么呢 说 君处北海 寡人处南海 啊 这个 北海和南海 啊 它是 只是 泛指 北方和南方 啊 您是在 遥远的北方 我是在 南方 啊 说的是这个意思 寡人处南海 啊 这寡人呢 在 古汉语 很常见 啊 是 签词 啊 是君王的 自称 这个寡人呢 实际上 就是 寡德之人 的意思 啊 翻译成现代汉语 就是 缺德的人 啊 当然这个 这个 现代汉语 缺德 啊 他这有 有特殊的 含义 啊 这寡就是缺少 嘛 缺德的 啊 所以 当然现代汉语里 他又把这个 这个 这个意思 引申了 啊 就是缺少 德行的人 啊 这是一种 虔诚 啊 君处北海 寡人处南海 唯是 风马牛 不相及 这个风马牛 不相及 在现代汉语里边 咱们把它当作 成语来使用 我在前几次课说过 啊 咱们现在 现代汉语里边的 成语 大部分 都是 先秦 秦汉时期 产生的 啊 绝大部分 啊 其中的这个 这个先秦时期 是最多 啊 像这个 风马牛 不相及 这个出处 就是 左传的 这篇 口味 风马牛 不相及的意思 马牛 这好好懂 不相及 就是 这个及是达到的 还是达到的意思 不相及就是 达不到的 关键这个风字 怎么理解 啊 对这个风马牛呢 有 五六种说法 有五六种说法 啊 咱们在这儿呢 就不一一介绍了 啊 只说一种 就是 啊 最为 这个 学界广泛认同的 一种说法 就是 这个风字 在这儿 指的是 牛马 发情 啊 发情相右 这个时候呢 它会跑得 很很快 很远 啊 所以呢 这风马牛 不相及的意思呢 就是说 在即使在牛马 发情的时候 它跑得很远 它也不会 跑到 对方的柳逼区 啊 它是在强调 这个 齐国和鲁和楚国 两国距离非常遥远 啊 它是要强调这个 所以 有些人解释这个风 风马牛不相及 以为是风和马和牛 这个挨不上 啊 这种理解是 肯定是不对的 啊 刚才我说的 有四五种解释 那没有一种是这样的 啊 这种解释是 肯定是错误的 啊 唯是风马牛 不相及 啊 这个唯 啊 在这是 连词 意思是 即使 即使是 啊 风马牛 它也不相及 这个 怎么知道 不于予军之 设无敌 这个军呢 还是指的是 这个 这个齐桓公 摄无敌 这个摄子 啊 它的本意是淘水落河 在这儿呢 它是 引申为 进入 他不说 亲 不说罚 啊 而是说摄无敌 啊 这个呢 就是外交辞令 啊 因为 表示客气 啊 他不能够说 对方你来侵略我 啊 这样的话 这个谈判 肯定是 很难成功的 啊 所以他这儿 用词都非常 谨慎 不于 啊 就是不料的意思 这个于就是 料祥 啊 不于就是不料 啊 君之设无敌 啊 这个之 这种用法呢 咱们在中学 已经见过多次 啊 就是取消句子的独立性 啊 君设无敌 主为兵 已经 齐备 是一个 完整的句子 啊 在这儿呢 君之设无敌 就是取消 这个句子独立性 把它变成一个词组 啊 然后前边又加上 不于 想不到 不料 何故 为什么 管仲对约 管仲回答说什么呢 西少康公命我先君太公约 五侯九伯 辱食正知 以贾府周氏 这里边呢 他说了几个人物 这个首先是少康公 这个招字 在这儿同样念少 少康公呢 就是少公氏 这个少公氏呢 是周成王时候的太保 啊 因为 他的封闭在少 就是在现在陕西 骑山县 所以呢 后人称他为少公 坎 是氏号 氏号呢 也是死后 啊 人们给他的这个封号 先君 先君呢 是后代的君臣 对 本国的 已经故去的君王的称呼 太公 太公呢 这个人大家比较熟悉了 就是 江太公 姓江明煞 江太公呢 他主要的事迹呢 就是辅佐周五王 灭商 建立这个周朝 后来呢 他被封于齐 所以呢 这个江太公呢 是齐国的始祖 西少康公 令我先君太公约 啊 就是 过去的时候 少康公呢 下令啊 对我的先君 江太公 下令说 啊 五侯九伯 辱食争之 五侯九伯 在这儿呢 是对所有诸侯的 泛指 五侯 指的是 公侯 伯死男 五等爵 九伯 指的是 九州之掌 辱食争之 啊 这个女字 在这儿就是 这个咱们大家在中学里 也见过 红 这个三点水 这个女字 啊 就是女的意思 啊 食 在这是语气词 表示命令 或者期望 争之 啊 就是 讨伐他们 你都可以讨伐他们 以贾府周事 讨伐他们的目的 是 贾府周事 啊 这个贾府呢 就是 这个 贾啊 贾的话 就是说从左右 啊 从左右 来辅佐 啊 周王室 赐我先君 吕鱼 这个 他还是在回忆 以前的事啊 赐我先君 吕鱼 啊 这个一般说 注视 都是这个吕呢 指的是 践踏啊 就是说足迹 可以践踏的地方 啊 赐给你可以践踏的地方呢 就是等于是 可以征讨的范围 啊 这个一般 我看很多书里边 对这个吕鱼 都是这么解释 啊 就是说 他是 啊 只践踏啊 从践踏 引申出 这个范围啊 可以 在这儿呢 可以理解为 你可以去征讨的 范围 啊 但是 前几年的 这个出土文物 啊 我发现里边 确实 就是出土了 这个非常大的鞋啊 这铝 咱们大家都知道啊 本意就是鞋 啊 所以出土文物里 确实出土了很大的鞋 这么大 啊 他绝不可能是 人穿的鞋 那么这个铝 这个鞋 啊 就很可能啊 我估计 很可能就是 这个赐我新军铝的 这个 这个铝啊 就是当时 他很可能 真是 给了 给了他一只 象征性的 一只大鞋 这个大鞋呢 他还是象征 就是说 你有权利 去征讨 很多地方 啊 所以这个 象征意义 和刚才他们说的 是完全一样 但是这个铝鱼啊 就是说 从出土文物来看的话 他很可能是 确实 就是有一只 大鞋啊 赐给他先军一只 很大的鞋 这个鞋呢 刚才咱们说了 他象征着 你可以征讨 哪些地方 啊 所以他 下边就说了 东至于海 西至于河 啊 东至于海 这个海指的是 现在的黄海和渤海 啊 那东边到海了 那是到最边上了 啊 西至于河 西边 啊 这个古汉语里 凡是说河 都指的是黄河 其他 所有的河 都叫水 啊 所以咱们中学时候 也学过这个 很很有名的 立道员水晶柱 啊 就是立道员 为水晶做的柱 这个水晶 其实就是 技术 全国各地的河流 但是它不叫河晶 啊 它叫水晶 这个就说明啊 这河在 古代是叫水 南至于沐陵 北至于无地 啊 南边 到沐陵 沐陵在哪呢 就在楚国境内了 啊 在 现在湖北 麻城 西北 一百里呢 有一个叫 一个 有一座山 叫沐陵山 啊 这个 现在学者呢 怀疑这个沐陵 就指这个 湖北的这个 沐陵山 啊 那么它这个地方呢 就是和刚才 楚国的使者呢 可以说是 针锋相对的 啊 楚国使者刚才说 啊 这个 风马牛 咱们这咱们两个呢 这个离得很远 风马牛都不相敌的地方 啊 那么你们到那儿来干嘛呢 是吧 他现在就 回答了 是吧 啊 这个 我们的祖先啊 已经给我们画 画定了我们可以讨伐的地方 就包括你们楚国 这个呢 就是说他刚才这段话 就是说明了 他有权 来 征伐 楚国啊 刚才咱们说了 他既然是伐 啊 所以在下边还要说 他讨伐的 原因 啊 理由 我为什么要讨伐你 他说 他说下边就是了 尔共包猫不入 啊 王继不共 无以缩紧 寡人是争 啊 这说了一条 下边还有一条 啊 赵王难争而不复 寡人 是问 他说了这么两条理由 尔共包猫不入 这个包猫啊 指的是包肃成捆的青毛 啊 这个青毛呢 是楚国这个地方的特产 啊 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呢 啊 这种青毛啊 他是就是下边说的缩酒 啊 就是滤去酒糟 啊 这个呢 这个绿酒呢 缩酒啊 是祭祀时候的仪式之一 就是把酒倒在这个青毛上 让酒渗透下去 啊 这意思呢 就说这酒是给神喝了 啊 用此来祭祀神灵 啊 这个包猫呢 就这种青毛呢 一直呢 是由楚国来提供的 现在呢 他这个馆中提出来了 尔共包猫不入 就是最近 你们 应该提供的这个青毛 你们没有提供 致使王纪不供 啊 致使 这个 君王在祭祀的时候 他需要的这个青毛 啊 得不到攻击 啊 这是很大的罪过 啊 无以缩酒 没有东西 用来 可以这个绿酒 寡人是争 啊 这个争 在这是责问的意思 追问 啊 是争 在这是 这个 这个 磁续是颠倒的 啊 其实就是寡人争事 啊 他颠倒的意思 啊 古人磁续变化 他就是要表示强调 因为古代没有 经代号 啊 他只能用 没有标点封号 他只能用 磁续的变化 来表示 加强语气 啊 语气的加强 照往南征而不复 寡人试问 啊 咱们先看来 寡人试问 寡人试问呢 还是我来 追问 这件事 啊 也是寡人问世 他的正常思续 啊 这个寡人呢 都当然都指的是 这个齐桓公 啊 是管仲的代表 齐桓公 来向楚国的使者提出这两个问题 啊 昭王南征而不复 昭王呢 指的是周昭王 是 这个 这个 成王的孙子 啊 名字呢 叫 侠 啊 南征 就是说南巡的意思 啊 不复 就是没回来 这个周昭王呢 实际上呢 他晚年呢 荒于国政 啊 人民厌恶他 啊 所以呢 当他 到南方 巡视的时候 他要渡过汗水 当地人呢 就故意将一只 用 胶沾河的船 让他乘坐 啊 这个胶呢 到水里一泡呢 这胶就化 啊 所以这个船呢 到江心的时候呢 就 散了 结果呢 昭王呢 就被 淹死了 啊 这件事情呢 其实 这个责任呢 不在 楚国 啊 所以这个呢 是启发楚国的 一个借口啊 昭王难争而不复 就说他 难争的是指他的难寻啊 而没有回来啊 我现在就要来追问这件事 这节课咱们就讲到这 咱们 sk